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相机节目 今天仍旧带给您的是 2014孙湖杯 名山挑战全国相机冠军赛 然后是成都 这次这个名山挑战赛 能够在成都举办 感觉非常的好 除了我们专业的 那个高景天的人才之外 还有众多的企业爱好者 现在我宣布 2014年 搜独杯决战名山 全国相机冠军挑战赛 其成成都战开赛 名山系列赛 举办了三届 从最初的12位全国冠军参赛 到现在的32位骑手参赛 今年是第三次 决战名山比赛了 我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 以往这个比赛呢 都是全国冠军参赛的参加 今年通过这个改制呢 让本级灯靠前的很多骑手 也有了这个三代的资格 今年是加入本级灯前列的一些年轻系统 也给了我们年轻系统更多的一些机制吧 这次我也是在家山做的 也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中 冲击分散赛的冠军 政府还有我们一些家 对整个我们成都的 骑的那种氛围和爱好和宣传之类的 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试出来我们成都 一直很忠实青少年这一块 实际上我们的理念都是年轻化 昨天呢我们也到那个学校里面 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我们这些机制呢 跟学校的很多那个爱好者 学生去进行了技能战表演 我觉得非常感谢学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去接触到我们的偶像 我觉得对我的恩用帮助 让我有非常大的幸福 感谢所有学校他的这个专业 让我能学习 好那这盘棋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组吧 这个组被称为资源组之后 我们就说这是死亡之组 是吧因为这组现在有王天一 对这个大家都现在爱好者 都给他起了个外号 有什么外星人 是吧这个好像他一出道至今以来吧 对对对 他就是在棋台上比较一个 对这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棋手 对而且战绩非常的好 对现在等级分已经第一好很久了 等级分第一等级分第一 那么郑维彤呢 那就大家可能也是非常熟悉了 这应该是希望之星 后期之秀 都认为说如果说除了这几位老冠军以外 还有就是有可能再夺得全国冠军的那首选 是吧 是郑维彤 就是看好大家都比较看好 大家都比较看好郑维彤 郑维彤是来自这个正好成都 成都的一名 他叫主场 一位非常年轻的棋手 他是上年的时候 上年赛的时候就得的大师了 对就非常早就得大师了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非常的看好他 那么现在真是实力非常强劲 对年轻棋手比较灵气 足以和王天忆抗衡可以说是 是吧 对 那么这盘棋呢 我们期待着这后期之秀 对这个老棋手有一定的 这王天忆也不老 不是就对这个 那他在棋上 年头毕竟比较大 还是大一点 对我们画着引号的 这样看到这个年轻棋手 对他们的冲击啊 棋局也就来有精彩 还有这盘棋的背景呢 我为什么说他足以抗衡了 这盘棋的背景是 俩人下了两盘慢棋都下河了 哦是这样 还加赛了一盘快棋还是河棋 慢棋是30对30 快棋是10分钟是吧 对还是河棋 那么可以说慢棋快棋全面的较量 那这盘棋已经到了超快棋了 哦 他就有偶然性了 就偶然性很大了 就是甚至说有可能谁赢都很正常了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两位棋手也很紧张了 展开了一个非常精彩和激烈的对抗 我们的超快棋规则是 好像是红棋6分钟 黑棋4分钟 对 然后后手合棋算黑兽 算得晋级也不能算黑兽了 算得晋级了 算晋级 那等于就是输了嘛 那么王天一这班棋呢 也是压力很大 对 所以也是采取了可能 中炮啊 积极的下方 因为王天一好像最近很少下中炮 经常是飞个象啊什么的 但是先手必须要赢的 你要是飞个象 他认为以郑维图的实力 机会不太大 这个飞翔局想赢他很难 对 这个是必上梁山了 必须要出手了 不合拘 对 聘贸队局 那么在拼命的时候啊 我发现不管是专业棋手和业余 爱好者 都是 拼命的棋手 冲中兵的时候还是挺多的 冲中兵的非常的多 如果要是不是特别的那个激烈 非得要胜负的时候 这个还是红方有的时候 不愿意选用 大家有后路的时候 对 有退路的时候 就不会选择特别的那个 就大家本身实力都接近 对 红旗拿个先手 退不下来了 现在退不下来了 这么强劲的一个对手 对 你说 这不会把那个咸 封得那么紧 对 这合了他黑方晋级了 所以红方肯定会采取更极端的招法 对 那么 当然这个其实人家 郑维图也不怕 因为这像这样的棋手 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皆精 是 是吧 那他已经到了这个 也接近于巅峰的时候了 他这些棋谱肯定是倒背如流 我觉得都能 那都是有新变了 人家心里都有新变了 都已经开始创新了 创新了 马三进五 足迹进一 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 对 那个激进中间的一个套弹 下到这儿呢 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局面 对 那么 人家创建的是 居八进八 对 居八进八是非常常见 就准备弃马 对 抢弓 那么红方跳下来之后呢 黑方是依然 相三进五 弃马 弃马 我们给大家摆摆 对 可以踩掉 吃掉以后呢 这是军一平三 一桌 踩掉 下到这儿和黑方那个选择比较多了 常见的是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但是足三进一的结果 好像最近一段红方战绩还不错吧 是吧 最早是马七进八 是吧 对 马七进八那个横的也还可以 但后来呢 就是 居三平四也是一种选择 居三平四选择也是比较复杂的 但总的来说 这个棋双方对攻 红方也没有绝对把握 对 因为这棋黑方七路线还是有一定的反击 但是呢可能红的胜率偏高或怎么着 也许郑伟同呢 就是也是想出棋不意吧 临场呢 没有选择这个 他觉得这个下的太多太熟了 或者就是说他怕王天一有准备 对 像这么熟的布局肯定是有家庭作业的 对 而且就四分钟 四分钟 这样 像这种棋肯定是有家庭作业的 如果任何一方能给对方摆上家庭作业 那这棋没法下 对 到了那直接就超时了 对 好 要中了套 所以这个棋 当然了 他变化也是 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的 对 那么他选择了一个较为老式的 我想这个赵维总也是做大厅作业的 是吧 那么这一招棋呢 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老了 这是老棋风是吧 杨棺林那个老一代老前辈杨棺林老先生 是吧 他们那个年代 我后来觉得好像说说这马三雀斯不太好 有一度吧 有一度因为是遭到了黑红方的一个这个时候拱掉 对 马七进八 对 完了当时呢是有这一路的冲击 契居 对 你还一打枪 就是有这么一路变化 完了人家不像 不是 这时候你不敢吃 你吃了它踩进去 这是杀 这是踩炮 双杀 对 这个直接就输了 对 那你不敢吃的话 那么比较复杂了 你除菊捉炮 没错 它在什么长个居酒精二 双方经过对攻 但是觉得红的好似的 但是后来也不一定 后来就骑手没有研究出一些新的变化 所以这肯定 我总在这么不断的翻新 所以这个棋呢 实战中下到拱掉 当时是拱掉 拱掉 拱掉 黑方也是踩了 那么这个棋有几个变化 一个呢就是最早是拘四平三 拘四平三感觉上不太好 拘四平三是遭到了对方的 拘四平七打 拘四平七一打 当然了 红方也有很强硬的手段 那么黑方也跳出来 马四进三 对 跳出来先不打 对 他打不了 这样呢 如果曾经出现过这个变化 他就打了 这样他跳 对 跳 一僵一出 他一抬炮 炮到僵 对 他准备叫沙 不是 不是 该这个什么了 该黑 该红 都 这个棋是打一僵 这儿都该黑的 他没打呢 这样 他打了他跳僵吗 跳僵 握僵出来 这时候带炮 带炮 完了他有一个巧招 886是吧 正好你僵不了 僵他 皮脸 让他胖上 给他老挡着你 最后他还有这种骚扰 所以这个棋好像是杨棍林老先生和刘丁忠 对 我们有兴趣的棋 你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网上查一下 能查到这个布局 非常精彩 那么但是这个棋后来呢 就是红方出现了这个手段 就是当时认为红的好了 但现在也就是有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实战中 王天一走了 居四退四 这也是一个 居四退四也是一路 我们当时学的 老实说你看不清楚就回来 这个是最老实的一种下方 我前面就这么先扔着 反正我这麻也挺厉害 因为他就是多了一个最后的居四平二 关键就是他抵抗 这个炮打底下的主要原因 他有一个对居 把你居对了 你这边居三子龙边 对 我印象特别深 说这个居如果能退回来 能守住吗 你这个还可以 曾经一度这个棋 作为红方的一个非常好的便利 好的办法 这边黑方有一段也不敢下了 对 就马上推四 一毛二毛就下的人少了 对 那么实战中下到这儿呢 那么郑维同肯定也是有备而来 对 肯定是 可能说这个棋就不能下了 不是 踩掉 曾经还有过这个下巴 但这个下巴有点 曾经不如踩掉积极 消极了 踩掉积极 对居 这是必然的 不对就不行了 吃了 对掉 杀掉 我们想象得出来 这棋手的前几步 劈了啪啦的有多快 对 冰炮 一打 这样就跳 跳 非常积极的这张棋 这样 先限制你的这个居的活动 对 这样只有退炮了 你要不跳 他倒是出来了 居一片子出来 你跳进去了 这个是先手 先退炮 挡住 这样 就有这样 对 招式棋谱 这个一般可能棋手会想 马达进棋谱完了 但是从这个居的作用来说 他有相反 就这样之后 他在这条线 横线上 三线上 而且他从流合度来说 要比这B居 要快 这个看上去是马慢一点 这马慢 但是无所谓 现在红方并不指望这个马 红方指望的是前面这个居 前面的籽已经能骚扰 就已经很好了 对 这位置 这几个籽的位置 马炮兵的位置非常好 对 所以棋棋中边有这个特点 对 有点偏着上 拧着上 所以这个棋 现在居九斤二 就是非常的积极 这样开起居一片 听去看上 需要这样点 这些都是必然要走的 对 那么下到这儿 红方 冲兵 这样就开始断兵相接了 这冲兵你不敢拱 你一拱 他现在 他现在没有闪江 但是他可以先闪这个江 然后就能闪江了 然后闪江你追究了 是 然后就能闪江 所以这个是肯定不能走的 所以这个不能走的 那么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可以说是双方 是一个对攻很复杂的局面了 对 是一个分切点了 黑方也是不能掉以轻心了 那么这个棋 我们可以先让大家看一看 对 我们稍后回来看看黑棋在左翼 对红旗有什么样的骚扰 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接着看对局 下到这儿呢 现在黑方实战中是走的马九景八 对 黑心就找点办法 他这个构思其实也是挺巧妙的一个构思 对 但是呢 就是可能速度上呢 稍微慢了一点 其实我 当然这个也有原因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这是一盘超快棋 超快棋 超快棋 它根本就没有 它就只有四分钟 咱们知道黑方只有四分钟 对 没有时间想了 加的那点时间恐怕也还 拍钟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 就跟那电脑是个飞速的运动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呢 也很难判断出 是有没有更好的 可能就更直观一些 对 用第一杆来下棋 那么 这八看上去也是比较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呢 实际是一个双方在拼速度的过程 那么这个棋 黑方实际可以考虑 足齐进一 下足是吧 就是这边啊 就不管了 我这鞠啊就死顶了 完了这边全都指望的这个 炮马足 双炮马足的一个攻击 因为这边还是挺空虚的 那么充足的话呢 咱们可以简单的演变 这样炮躲开呗 先将一下 我觉得要先将一下 红方肯定是像一个先手躲炮 对吧 先将来看你捕什么 你肯定是捕马吧 对 把马跳上来 要不这老健身机 炮尔金五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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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尔金五塞是假的 对 这个是假的 但是也得往里塞啊 如果你塞进来呢 他可能就不理你 一冲 你不能打 是吧 不能打 别人你走什么呢 别人走这个 冲你一个 他这招很厉害 哦 这边 气局了 气局了 如果你打局 他的那一瓶 你好像底下怎么将 他也没什么 将不死 对 你将不死 就刚才又是这个马 又是 给你使劲电 是吧 你可以简单演变一下 打掉 这边反正质也挺多 这边呢 肯定是一绝杀了 你现在有没有连江 就是飞个像 跳个马 跳个马 这反正还可以打吧 那边还是绝杀 是吗 解决不了 这边还是解决不了 好像就打了也不行 打了还一门工了 那不行了 还是不行 肯定是不够 那么他这一扑呢 就是 红防现在就很难办了 你只有出降了 这还有 出降有点危险吧 对 那你不出降 撕炮了吧 不出降一步就完了 出降泡起瓶酒 你现在出降的话 他一瓶酒 现在马上就出问题了 这样怎么 解决不了了 你要么限个炮 肯定不行 要么就是 限个炮白痴 要么你就挡这个 但你挡这个 人家马跳出来了 也不行了 那他那鞠也用上了 马跳就这了 那马上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棋呢 是不是我们走的 把红的走的不太好 这个棋 反正大家可以 有时间的话 可以摆一摆 感觉上这个棋 反正我们感觉上 红棋就是想拱兵拱兵 红棋虽然物质非常强大 但是感觉上速度 就是这一鞠能不能把他守死 对 关键是从速度上看 这个完全是拼速度 是不是 跟这个子力没什么关系 现在看谁的进入速度快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得就不管不顾了 只要那边你别两下 给我冲死就行 我就一二三 他先跳马再拱足就不行了 先跳马好像就是差很多了 没有拱足这个意思了 对 先跳马再拱就来不及了 就变了 他这马因为今后定位 不一定是这 是吧 根据不同的变化 他可能不一定是这 他先充足 先问你炮去 对 他先手冲过 你炮的去向 如果你退这个的话 说我今后不让你底下有机会 我今后不让你私炮什么的 但是他也不管 他下一招有一招陷马 他就冲了 下一招马上一陷 你吃吧 你吃了它还是这一套 这钩子马拦不住了 那炮拆了就没意思了 对 你中炮拆了 人家马就全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棋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 对 我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快速 更快速的一个思路 我想当时郑维同音也也看到了 但是他可能就是在进足和跳马抉择上 对 我觉得就一念之间 尤其是快起 对 他觉得这个慢 他觉得一步两步跳马 感觉上足慢了 太慢了 说这多快 但是现在必须得用到足 这沙则也将不死 他没这足 他为什么觉得这快呢 咱们看他怎么想的 跳马 这样他滚了吧 他拱掉 冰淇淋一拱 这样他 叫沙 他为什么觉得快 这两步就是沙 刚才那足拱两步还够不着呢 对 这样他平平僵了一下 再一僵 马四斤五踢 跳马一踢 对 完了这个时候没办法只有解沙 那么下到这儿呢 又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这个棋呢 吃势吗 吃势是实战下法 但实际上这个棋 可能当时应该先拱先这炮 把这黑红炮位给拱畅 它往哪平的问题 对 这一拱红方也是很难受 为什么 它呢 如果平边 先说如果平边 这个炮你看 就被挡住了 对 这有个足 基本上这炮暂时 在这个区域是不会发生太大作用 对 就是它过不去 也没有骚扰了 但如果说我想发挥作用 但是呢 它可能 人家 交换 对 见锋一转 交换掉 这样如果你打呢 它黑马跳出来了 哦 那就中间没威胁了 鞠也活了 黑马一跳上来 人家这个鞠在一活的话 你虽然那物质很强 但是 你这儿也是 这马太快了 马太快了 鞠也快 降位都不好 对 鞠也快 足也快 这样的话 不一定 红的会有好的 这个理想结果 那么当时可能 也是忽略了这个次序吧 这个是很细 对 这时候应该拱一下 我估计它没看见 马太 可能忽略了这个次序 他以为可能差不多 而且他还是速度 他觉得足在这儿近 他在这儿 他不 我也是觉得不愿意往外 但实际这时候应该是削弱一下红炮的作用 那么 踩掉 他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好了 他觉得他的足离得近 他当时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攻击手段 但是他毕竟足在这儿 还是 你现在再拱就来不及了 现在再拱人家就往里收了 对吧 但是下到这儿呢 可能黑方顽强点是应该走这个 好奇退役 对 准备到这儿降了 给马腾定是吧 你到这儿降你不能出这边 你出这儿 他一降一降把鞠吃了 那他 到这儿降力就有退 你退的时候 他一平化之叫杀 那他是不是把炮抬起来了 他肯定要抬炮了 是吧 要打鞠啊什么的 你降他来退 他再平你来知识 可能就机会多一点吧 黑方纠缠的机会多一些 就是我们说这个马马炮这边组合的行算很多 对对 方法手段很多 他的思路就是准备这么降 对 你这两边都不能跑 你只有退 你退他一平炮 这叫杀 你要往外不行 你还得知识 那他不能这么走 各种抽僵 是不是 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他 看不太清了 退炮这招 还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他是想 把马顺着将军调调往回 他也是想调 但是他等于跟这炮兵啊 最后实际没怎么配合上 没配合上是吧 没有配合上 好的不够完 所以这个棋可能还是一个机会吧 但这个机会已经没有刚才那两个机会更好 刚才那平足和足气机 对 这可能只是比实战要好一点 他实战走的是 推这个 抓了一下是吧 对 抓一下 他想的也是 其实他也还是想调这马来将军 这样其实也挺慢 对 也是慢 是吧 这样他可能也当时时间紧张了 估计是 没有找到好的战术手段 现在闪局 红局已经可以 啥会作用了 对啊 这边的 对 棋子不太 这鞠在这边这边棋子不太好组合了 对 这一抓炮现在是有点难把我 怎么办啊 嗯 只要淘了 我淘了 淘了就送了 就会打 好 对 这样等于这个最后的这黑鞠的这些子还是没有组合起来 呃 他就是配合起来 没有刚才我说的那几种可能更有协调性 对 而且速度快 趁他鞠还动不了 现在人家鞠手入内道了 现在等于人家的这个这道墙壁啊 发挥作用了 而且把鞠闪伸出来了 而且这个现在他鞠闪出来不要紧 他还闪出了炮五瓶八的 还闪出一条路了 你在你没有 这等于你看你这运了半天的族还在这 对 现在一让你走 我觉得都不太好 对 不太好看他组合 他现在想的可能就是中间五一将 完了我能不能把马赶紧跳出来啊 他可能是想这些了 但是他现在因为炮被轰出来了 这马也不太敢往外跑 就是啊 老有这个 不是这这炮瓶八就很难受啊 实战就是打了一下 哦 实战打了一下 炮瓶八 实战打了一下 他现在没办法 先也先僵一下 也是硬手 看你去哪 嗯 看你去哪 那么这个时候他是 初帅 这怎么办啊 还得跑啊 只有跑了 只有跑了 这样不太好弄了 我都觉得 对 完了 又来了 你看那初帅 王天一的防守啊 非常的稳健 他要如果退的话 他都不敢平 我觉得王天一就善于下这个快起啊 披萨巴拉的 反应也快 这帅平这位置 手也快 一手就把你看干净了 你现在基本上你僵不着他了 是吧 基本上你刚才要退的话 恐怕还没那么干净 人家还有各种的蹦僵什么的 就是因为你跑不过来嘛 对 他这一招就给你封住了 而且最后对这降门还有一定的作用 对 而且炮二平五腾挪了 炮二平五 这下个挺好 那么这这这这这这就出架了 出架 这这就出架了 没有办 就僵了吧 就快僵 出哪个僵 僵 僵 先炮五级 下一招准备将军了 他得顶一个 那么跳马 劈炮 红方 炮二平六 黑方不管怎么说吧 做不杀 终于可以做个杀了 但是不行了 但是来不及了 太厉害了 对 来不及了 炮了筋 挡住 那么黑方把鞠先平过来 他还是希望在这边能不能创造一些机会 但是红方速度太快了 红方下招 平平一降 这个僵的时候黑的很痛苦 他不能吃这红马 如果他能把马吃了的话 这期还可以 对 但他不能吃 为什么 咱们刚才说他老将都是有用的 他大一将 你只有知识 对 他在于撞僵 这样僵死了 你金将的话 对 金将的双炮一僵 你出来 吃事也好 冲下去也好 这个棋马上就输了 对 这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棋呢 往他平冰一僵 没有办法 马斯加 再平一僵 我再平一僵 你这 这马只有送到嘴里来了 那不行 对 这样 关键是吃完之后还是杀 对 这个黑的非常的痛苦了 那你还走了 还得还得进去 哦 这样又跳了吧 又跳 主要是黑的没杀 这个其实有杀对无杀了 看的子挺多 但是呢 红的这子站位正好把它卡住了 对 把它的攻击路线卡住 嗯 子这么多都没有什么机会 那么现在下在这呢 黑方也是 是用手将军 看看能不能偷的啊 下筷子有漏洞啊 看看能不能偷的 退马一僵 现在呢 人家非常稳健 就不理了 退 这样 泡八机 再僵 将几下看看 再上 完了你再僵 他就顶着 要干嘛 这次 全 最后终于用上了 一直没动 对 但这时候一动 确实 后方无忧了 嗯 一顶后方无忧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方可能又 又反复的僵了几步 嗯 僵了几步 然后过居 这不僵死了 对 过居呢 也没有办法了 嗯 红方 跳马一僵 对 这样他出僵 出僵 然后兵六平七了吧 兵六平七 得紫楼 对 他就等于顽强一步吧 对 完了 兵七 一吃 到这呢 这个 周围彤呢 就放弃这个抵抗了 嗯 我感觉这盘棋呢 就两位棋手 都下得非常积极主动 对 但是对于周围彤来说 感觉比较可惜 对 这个是 因为在这一 这边的一些变化中呢 他可能有一些小失误 但毕竟是快棋嘛 对 棋手也不是神 对 所以说这个可能 家庭作业可以继续再 去丰富一下 下回再来啊 对 这个变化等于 马森推四这个变化呢 可能现在有了新的认识 棋手呢 也开始在运用 对 也许过两天 这个又风流行一时是吧 对 也有可能 因为现在这棋手 可能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 电脑 还有一个 我们的理论也在不断的提升 对 所以呢 这样的过去被否认的一些布局变化 或者甚至一些理论都在变化 对 这个是他们这战赛的第二盘 对 周围彤在输了这盘棋 虽然有点可惜吧 因为下来毕竟是四局嘛 对 对 对 但还是最终战胜了黄竹峰 是吧 对 挺进了这个最后的决赛 对 获得了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对 这样也给好像据说也给当时的这个 骑城成都嘛 的骑民呢 有了一点安慰啊 是 那么王天一最后呢 是最后一盘战胜了这个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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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组被称为死亡之组 对 这组还有蒋川 对 还有蒋川 蒋川被逃了是吧 对 王斌是第二 以第二的身份进的 是吧 对 我们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预报一下啊 下一战是应该在武夷山 呃 棋手分别是赵欣欣 吕欣 刘大华 汪洋 孟辰 陆伟涛 还有陈洪胜和赵伟 对 这场比赛也相信会非常的激烈 对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 明山战的对局 尤其是最后的总决赛 我想是非常激烈 对 千万不要错过 感谢您的收看 嗯 好 观众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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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